立法院里头这个锁门戏码又有最新的发展 吴玉生委员跑去敲门 我们连线给记者黄安晴 里面不管是谁 民进党的立委 民进党的委员 你们等于践踏自己 羞辱自己 把立法院的形象全部陪葬进去了 民进党像三岁的小孩子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人数少就辩论 人数少下次选举 努力一点就赢回来 怎么可以这么样没有水准 表决 提三位都会表决苏仁家 杯葛不开会 继续霸占主席台 然后得寸进尺 干脆把门锁起来 你不用上厕所吗 你不用面对你的选民吗 好的我们看到 是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吴玉生 在这个被反锁的委员会门外 跟里头的民党立委校正 当然没有发挥效果 民党立委反锁在会议室里头 说法是要到五点半 整个会议时间结束才要出来 而事情发生经过 是今天中午的十二点钟 民党立委在两个委员会里头开会 一点钟决定要把门反锁 一点半的议事人员发现门被反锁了 找来这个柱卫锦 包括了国民党立委 包括了柱卫锦开始敲门撞门 那一直到刚刚我们看到呢 是内政委员会的招委吴玉生 在2点40左右前去喊话 不过到目前为止 民党立委没有要松动的迹象 今天应该是到五点半 才会把门打开 这是在立法院里头最新的状况 不过我们刚才提到 民进党现在这个时候 要重新振作重新壮大 需要的是中间中立 政党态度的这个选民 到目前为止 五一七的诉求 还有民党立委 在立法院里的表现 会让这部分的人 加入民进党认同的支持里头吗 蔡委员 我想政党的这个东西 我对民进党的导师 对他们的这个看法 比他们自己来的还来重一点 你想想看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的时候 那么糟糕 他们还拿到40%的选票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 拿到将近40%的选票 42% 对 42%选票 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他只是说刚好没拿到 表示都翻盘很容易 所以其实民进党 不用把自己的盘给玩掉了 那他为什么在各个选区里面 都没有发现去夸过 那个所谓的单一选区的 那个50%的门槛 很多地方 本来他们蛮占优势的地方 也输掉 其实问题 除了刚才这个神道讲的说 因为人选不当的问题 他有一个政策走错了 据个难台 给我台湾老百姓等镜想一想 什么大陆学历要不要承认 什么要承认大陆学历 是承认我们自己台湾的子弟 到大陆去念好的学校的学历 台湾人可以去台湾学历 台湾人可以去台湾好的学校 去台湾学历的时候 你自己如果有孩子 你会有一些主题 要去台湾学历 你生年学历 这有什么不对 我没关系我还想不到 我担心的是 如果我们承认了 比如说北大的学历 有很大北大的学生 的大陆学生 就会来台湾啊 大陆学生来台 不管他从美国学生来台 都要工作证嘛 这是跟学历没有关系的事情 他想不到 我就想不到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台湾的孩子要来台湾 我们有名额来算啊 要收拾一下 他跟我们不一样啊 对吧 以前我们处理乔生 国际交流的学历 也是这样处理嘛 我们想不到 对吧 你不让台湾的孩子 去台湾好的学校 对吧 去台湾自己的孩子 对台湾有什么事情 对大陆没有什么损失啊 什么年轻学职啊 什么有的没的 很多年轻学职希望说 我在台湾躺两年后 另外两年 走到台湾顺带 头发有更多的经验 不然国家竞争更多的经验 像说我们现在 墨西哥不上去疫情吗 有很多学生在台湾 都读了两年 跑到墨西哥去读一年 再回来 那那个选你成不承认 你承认啊 连墨西哥这个时候 我们都送二三十个去念 我们都承认的 就改变 台湾的孩子去台湾一年两年 三年四年 你不成年 你求自己的人嘛 对吗 所以民进党想清楚了 万事拜祷 但他现在不把话讲清楚 当然我们国民都说不清楚 我们也只是在啦 现在他在骗老百姓 骗骗的说 哇 你就是亲阿公啊 这是为我们台湾 自己主帝在摄像的政策 你想到底有了没有了 尤其是 我们面对一个很现实问题 大陆上很多的大学 真的它竞争力越来越强 为什么 他刚开极嘛 什么北大清大 什么交大复旦 他刚开极嘛 你如果说 这个学校出来的医学院的学生 我们台湾人去踏医学院的学生 你说回来 不可以让我们台湾职业 好啊 他在台湾职业 你怎么有差 这不是这样说啊 对吗 当然很多烂的医学院 当然美国也有很冷 医学院不是没有 美国怎么有呢 今天自己想看看 墨西哥的学历 我们的承认啊 大陆的学历不承认 全世界他把他笑在台湾人说 对吗 不可以这样做嘛 这个刚才你跟李俊逸委员做电话连线的时候 李俊逸说他们是用桌子 跟人守住门 对不对 李俊逸讲的啊 这样门打不开啊 因为我们刚看到吴玉生 吴玉生是内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嘛 对召委 不是有警卫吗 立法院不是有警卫对吗 这样门打不开啊 通通解散好了啊 不是用桌子跟人挡住门 门就打不开 所以国民党在配合演出 他不想开门啊 吴玉生也讲说我不想开门 教育委员会说我也不想开门 你们就在里面困好 这门 两栋座会门还是这样啦 我结论很简单 民进党只要确定 确保2012有选举就好了啦 我讲这已经很白了 2012有选举就好了 你就让他去请中嘛 你就开放他进来看怎么样嘛 大家来做选择嘛 你这样懂 我为什么都看破李俊逸跟柯切民这些人 他们不肯流血的啦 他们只想干立委 他们不想 门锁起来比较不容易流血 他刚才有说 为了避免流血战争的上演 所以把门锁起来 我以后这是假的啦 你也说真的要拼 每一条都拼了 走到李宽宜走到死一堆疑了 那个都是逞凶斗狠 立马委员最大意义是什么 就是继续连任而已啦 真的啊 你说真的 我刚刚会讲嘛 叫你们辞立委啊抗议啊 你敢吗 不敢啊 他们如果没有立委的保护伞 怎么办 不要讲别的 不要讲太远了 县市长选举说你要选啊 翁金主要选啊 先辞啊 图景则要选辞啊 辞啊 马上辞啊 不分区马上可以递补啊 去的就补选啊 你敢不敢 不敢啊 没有人敢 国民党也不敢 民党不敢 他们算计是自己利益 我再度提醒大家 那青菜公公 我们只要201月有选举 就看局势怎么演变就好了 五一区要上去 就刚刚孙大先委员讲的 开心的去 热闹去 平安回来 这样大家都能够接受 也说真的要拼啊 唱土什么的 不要中了两党的轨迹啦 好 谢谢广告